我兩間不知道介紹我不太清楚 事實上裡頭呢 挑米坑的錢 挑米坑就是在日記時代的時候呢 當地的居民要去吃稻米 買米的話到埔里街上去買米 他買米的時候 他買米那裡有驚 但是以前的人很拚是 買米就要盛台的茶 包括他種的水果到他的青菜 當這個帶到埔里街上 賣給那個人 賣給那個錢 再買米打倒回去 一口氣打到這裡有效果 我們在海拔到埔里差不多 差不多 再上去就是爬坡了 所以說挑米坑上 中途的休息站這樣命名的 但郭敏仲來台灣的時候呢 都要覺得挑很辛苦 還是比位 是多多少少改一點 挑的提手旁的點點 變木字旁 所以頭米坑這樣形成下來 再擁有五十年 叫義大利正把這個社區裡吹了 百分之六十二的受創 島的錢都是房子 前島會有一百六十八戶 半島會有六十戶 當初吊橋就有三百六十九戶 所以說也受創相當的嚴重 所以說一周裡頭 然後透過專家 誰者就在整個社區裡頭 包括政府的支持 包括學界上的知識 包括社會上的關懷 還有在地人的需求 從這個過程做轉型 從一隻產類把它挑到三級的服務 從農業經濟把它轉為知識 經濟一種架構 把它面為一個生態村的案情在經營 各位來賓 誰叫生態村生意要怎麼改水呢 生態村生意要怎麼改水呢 生態村生意要怎麼改水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營造一個生活態度很善良的地方 叫做生態村 那有當然嗎 有有有 好在生活台東 要很善良 第三個很善良 要在環境很善良 第二要對土地很善良 第三要對物種很善良 所以早期頭名是對蜻蜓青蛙 所以就把青蛙叫為老闆的地方 所以人在 到底挑明裡面 我們有對我們老闆的以為要泡茶 所以我們都跟他一起吃 在壁上面 你知道嗎 但是生態村它是案情 或許這三十年五十年 才能看到具體的成果單 營造過程 讓當地人生息的人 對人要很善良 人對人不善良 所以說 生態村最終的真替一條 就是人與人之人的溝通 人與人之人的相處 所以說 人對人要很善良 對啊 長生學也是對人很善良 對啊 所以說我早在轉眼看 這個傳說 我們都是 傳業 傳業 傳業學會裡頭 真的是想得棒 像那個師兄 我告訴你 那個師兄 可以自白病 對 這個師兄 對 他幾歲 他說六十幾歲而已 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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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真的 看他在這裡 那個什麼能量的那個 真的是很棒 我們每次都這些都是 這樣子 你們都 都沒有表現出來 這個師兄 所以說 真的是 我真的很欣賞你們 真的 沒關係 我說了 你們就開始走 沒有關係 因為這重點事 就沒有那麼多重點 所以說 對環境很善良 我們要做一個檢疫灰水處理 我們家庭的火水 都要對 這隻稿子來的火水 包括我們的花粉水裡頭 都會經過這五的水 浸浸 二十四五 透過的水生主 一般淨化裡頭 流水的水 就乾淨了 要沈澱 對 不會吸收轉換掉 透過的水 只能把集合轉換掉 所以說 這是我們特別聽的 別的社區比較沒有的 所以說 對環境很善良 我們先來做這個 好 來開始 好 我們九點半要回到這邊裡頭 但是就是說 好 八點十七分 我們走下去 走到上面 差不多一公里 好 這樣喔